字幕提供了解釋 字幕提供了解釋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的 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最近終於玩到四周目了 當然應該要跟大家說一下心得事 我想大家遇到一個疑難集證 就是升什麼武器是最好的 因為升錯武器 基本上卡的進度 都會卡得非常長久 我們去到R75那把武器的時候 就需要到四周目打一些紫三星 而紫三星用什麼武器打好呢 的確可以跟你說 現階段我試了三大武器 包括大劍 騙手 以及興奴 我自己最推薦的話 就應該是無屬性興奴 當然我自己會繼續升浮空興奴 但也跟大家介紹了 另外三把武器的好處 第一件事就是大劍 無屬大劍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輸出力很高 如果配合一些破壞部位裝的話 你會很容易打停龍 又或者騙一騙 令它減掉開放大招 又或者攻擊的招數 這就更容易造成傷害 但大劍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很容易中招 因為它閃避的硬值 即是攻擊的硬值是非常高 沒錯 基本上閃避的時候 很容易中招 所以要用很多藥水 這是大劍的一個不好處 當然大劍的好處就是非常高攻 以及打魔物很容易打 咳斷他的技能 這樣也是蠻好用的 我覺得是雙面印 你自己吃得多水 雖然你打一隻怪是高攻一點點 接著就到騙手了 騙手來說 我沒有做無屬性騙手 不過無屬性騙手應該不夠輸出 去打一個同歸的龍 但如果做屬性騙手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基本上要做齊四把屬性騙手 頂級 又或者差不多頂級 你才能打到同歸的龍 我自己來說 我做了雷騙 水騙 以及火騙 到了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我如何打角龍 又要做多把兵騙 當然騙手有一個好處就是 很容易避免怪的招式 亦很容易打到連段 一直打到輸出 但輸出方面 如果不是用屬性騙手 應該不夠強度 亦很容易令你卡 總括來說 如果你是玩騙手 我覺得初期玩還可以的 但後面你一定要想清楚 究竟會否轉換這個興奴 暫時來說 用浮空興奴 我覺得用落它的輸出相當高 沒錯 當然 如果你說騙手日後會改強 就更好 暫時來說 我自己做到什麼 如果打到R7 接著R5 R7 5級的東西想升 但還未升到 暫時來說 我可以打到大空柴龍 紫星大空柴龍 以及紫星大空惡龍 這個八星 即是紫三星 他們都會推出R6的 我記得是叫龍玉碎片 這個龍玉碎片可以幫我們升到R8 很多人都在卡這個位置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大家現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可以想一想 無屬性興奴龍 選擇一把浮空興奴龍 我覺得應該不錯 打這些紫三星 對了 也要注意 就是如果大家玩近戰的話 跟你那套輕老裝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說我這個情況很尷尬 因為我一直打近戰 然後我再弄一把防空輕老的時候 這套裝要再升 防禦力也要再升 才能擋到同龜級 同龜的怪攻擊 所以大家一開始要很明確地知道自己玩什麼武器 這三個武器跟大家介紹了 大劍的攻擊力真的很高 很容易被刺到怪的技 另外他用藥水也是非常高 因為他的攻擊硬值非常高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被怪打中 當然我們玩玩玩遊戲是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這樣製造藥水 接著到騙手 騙手跟大家說 就是他非常靈活 能打到輸出 但是打同龜的怪可能會很吃力 或者你要做齊四屬性的騙手 變相用的淺路 用的資源很多 接著到我第三把武器用過的感受 就是這個輕老 輕老非常好 你可以拉遠一點 距離打也行 近距離打也行 只需要輕老套裝 後座力減輕 裝填速度的技能 兩個都去到三 基本上很容易被刺到怪 第一個是省水 第二個是基本上你可以邊移動邊射一隻怪的時候 也可以追著弱點來打 又可以輕鬆追弱點打 又可以邊移動邊做輸出 如果大家選擇輕老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亦有很多輕老神人打了上去 接著再說大劍 大劍有一個好處就是 跟隊友一起打的時候 是很好用的 因為所有的真暴力斬 都可以在組隊的時候發揮到極致 因為有隊友拉走一隻怪 但當你單人的時候 你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根本上很難做到暴力 可能一場你都可以做到一兩下的真暴力斬 甚至最高可能只有一下 是極難的 就算有這個集中 也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我推大家現在怎樣玩什麼 讓我再選擇一次 我覺得會輕老 集中說一次 這三把武器給我最好的體驗 一定是輕老 我來到這個四周目 也是靠這個屬性騙手 當然這些是之前做的 只打兩隻龍會比較好 就是大凶柴龍和大凶惡龍 機會率很高 打毒妖鳥 機會率真的要看毒妖鳥會不會亂走 亂用技能等等 如果你讓我再選擇一次 我也是那句了 我應該會選擇輕老星上去 我會覺得舒服一點 大劍也是要組隊的時候才強勁 因為真暴力斬 單人很難用 今天想說的東西差不多了 大家又有什麼看法呢 我技術比較差 所以很多東西都打不到 不知道大家卡緊又是哪一隻呢 不妨留個言 又或者說一說 你心目中最強的武器又是哪一把呢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 請問我